56岁汪建民经传罹患肺腺癌四期 癌细胞从右肺扩散到颈椎、脑内 已接受长达7个月的化疗 如今他报受露脸痰病况 表示去年12月他入院开刀化疗 至今已做9次化疗以及超过60次电疗 体重从89公斤瘦到77公斤 汪建民近年靠直播为生 他透露去年10月背后剧痛 检查发现肺部出现恶性肿瘤 而脑部也出现两颗肿瘤 但他平时不咽不久却离肺腺癌心情大受打击 加上还背负债务为了生活只好强撑直播 但也被眼尖网友发现骨瘦如柴 眼突及双颊凹陷 根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汪建民说目前又肺有大颗肿瘤 所以影响呼吸因此体力极差 经过数月治疗后如今肿瘤慢慢变小 也可以正常状况比想象中好很多 所以他一直很感谢医疗团队 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症状越明显的时候 疾病越晚期 症状越轻微或是没有症状 就一定是早期 有时候不一定 我们也曾遇到过病人肿瘤 超过10公分 其实来说完全没有症状 10公分很大了 是 但是其实不见得有症状 就是说我常跟病人开玩笑地讲说 假如你是有症状就有癌症 没有症状就没有癌症的话 我觉得那医生很好做 其实没有 有症状就来 就说我得癌症了 其实没有 而且另外很多呼吸道的疾病 也会有呼吸道的症状 我们很多气喘的病人 呼吸会困难啊 会有喘民声啊 但是他其实不是癌症 他是气喘 很多抽烟的人有慢性的肺阻塞 那也会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 但是他不见得有癌症 所以这个部分是相对来讲 比较困难的地方 那比较常见的症状是哪一些 最常见的症状大概还是咳嗽 以咳嗽 然后莫名其妙的体重减轻 这个也是常见的症状 有些人声音撒哑 声音撒哑是一个不好的症状 因为声音撒哑通常表示 你的喉咙附近的神经 已经受到影响 所以声音撒哑是另外一个 发现的时候 通常是比较严重的症状 是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咳嗽 他是咳很久都好不了的那种咳嗽吗 我们一般在临床上面 假如病人遇到咳嗽 两周三周以上 我们都会建议他到医院里面 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希望排除掉说 有没有重要的问题的可能性 是 我们刚另外讲到说 咳嗽假如你是一天两天就恢复 当然比较没关系 假如你莫名其妙的声音撒哑 一周两周都一直不能恢复 你当然应该到医院 让医师帮你做检查 OK 所以最主要就是刚才重点是 咳嗽三周以上 沙哑一两周好不了 这个就有蛮危险的 对 就是你 就你可能需要来进一步的评估 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到底哪一些人是高危险族群 如果你这是高危险族群 然后你又有刚才那些症状 真的完全不能掉以轻心 对 那不过有时候不容易 我们刚刚讲抽烟是一个常见的族群 可是抽烟的人本来容易就会咳嗽 所以抽烟的人常常会不觉得说 我在咳嗽 因为他比方抽烟的人痰就比较多 他就会咳 所以好像抽烟的人 他是比较晚被发现 那可能咳了一个月两个月 一直不好才家人说 去看一下医生才发现说 事实上是得到癌症 临床上的确很多这样的状况 因为抽烟的人痰比较多的关系 是 刚刚医生有给我们看一个图片 抽烟的人 这个不是吓人 这真的就这么黑吗 这个图 大家一定看得有点奇怪 这个是实际上拿下来的 肺部的实际的照片 那黑黑的这个是抽烟的人 抽了几十 一天一包烟抽了几十年之后 拍出来整个肺是黑色的 那 右边那个红色的 事实上看到的是 健康正常人的肺部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拿下来的标本 告诉我们说 其实长医抽烟的人 事实上会把 这些例子都吸进去之后 整个肺就变成是黑色 所以这个不是为了 胃教做出来的道具 这是真实吧 这是真实的照片 我只是告诉大家说 抽烟的人可能都不觉得说 抽烟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不过我们常常看到病人 抽烟的人抽久了之后 手指指甲会变黄啊 然后那个胶油会黏在你的皮肤上 那 这是一天两天的结果哦 你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 几十年之后就变成黑 整个是黑色的 所以这个是烟龄十几年的人的被 20年以上的人的被 所以就整个是黑色的 那很多人会好奇说 那我抽烟 很像很多人改抽电子烟 电子烟也会像这样子吗 也会 其实在美国的报告里面被认为 电子烟可能比传统的纸烟 更早发现说有健康上的危害 美国这几年报告甚至 电子烟上面要加注警语 所以会得到所谓的油滴型肺炎 那为什么 电子烟里面 它那个烟油里面 有些成分事实上 我们到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那吸进肺部之后 它会造成肺部的一个免疫的发炎反应 所以电子烟事实上 可能比传统的香烟更不好 所以很多人不要想说我抽电子烟就可以远离 会肺癌风险甚至可以戒烟 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 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 那我觉得电子烟这几年族群主要是主打那些年轻人 电子烟里面加进一些各式各样的新的口味 水果口味的啦 什么香的口味在里面 就是让那个味道变得很香 好像看起来很舒服 但事实上它造成健康口味 可能来得更早更直接 甚至在国外有的地方 在大麻合法的国家 甚至加了大麻的口味在里面 来增加它对电子烟成瘾的一个问题 这个事实上是非常影响健康的一部分 披着糖衣的杀手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抽烟之外 还有其他的关系也是 当然家族史也是会有点影响 不过肺癌家族史基本上不像乳癌那样子的疾病 家族史观念那么的明确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家族里面假如都有好几个人有肺癌的话 当然还是要小心 是不是有可能有这样子的家族的一个基因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当然有些慢性的发炎 陈奕医疑肺结核啦 那些慢性的发炎疾病 当然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说 有高危险群的人应该要 适时的做相关的筛检来减少 以后的发生癌症的机会 所以本身有家族史的 其实以医师观察来看不用这么紧张 最主要还是以后天的吸物为主 或是在某一些高烟雾的环境下工作的人 我觉得还是比较最高的危险群 OK 刚才讲 危险因子在我们生活周遭物所不在 我们看一下生活中哪一件事情是地雷呢 我想刚刚提到的抽烟 然后二手烟其实也是 有时候我们都忽略二手烟对健康的伤害 有的时候家长父亲或是母亲抽烟 孩子事实上从小就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 那事实上从小就增加他得到癌症的风险 在路边很常看到爸爸妈抱着小孩就在抽烟 这的确是会对小孩造成伤害的吗 是 甚至对他的发育都造成影响 发育也会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其实都鼓励 假如你是要怀孕的女生 其实我们会鼓励你要先戒烟 这样对孩子是比较好的 所以二手烟对于旁人的危害是千诊晚却的 不是只伤害自己而已 其他也是一样 还有看到这个炒菜油烟很多家庭主妇看来就很担心 是 不过因为台湾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家里大概都有抽烟机 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大概都会开抽烟机 所以这个大概比较不影响 那反而是一些像我们在外面户外做烤肉 有时候去夜市烧烤的一些摊子 我觉得那个反影响是大的 我们反而建议大家说 其实还是要尽量远离一些油烟烟尘的一些环境 减少癌症的一个发生 那比如说像我们去吃烧烤 我们常常烤到这样烟雾弥漫的 这也是危险因子吗 是 其实胸疆科医师最不喜欢人家吃烧烤 烧烤其实不是只有增加肺癌的机会 增加很多癌症的机会 可能很多烧烤的夜者要来找我了 不过我的说法是 我们其实很不建议大家常常吃烧烤 很不建议 这是不好的行为 所以烧烤是本身你烟雾弥漫 已经先伤害你的肺部 然后你吃下去之后的东西 又伤害你的健康 是双重伤害 是 没有错 那比如说去夜市 你刚才讲如果没有抽油烟机 比如说有些烧烤摊位 或炸鸡排这些摊位 本身也会增加肺癌因子吗 就太常逛夜市吸入这些东西 我们去夜市看到人家烤香肠烤得很香 事实上那个烟都是到处冒 大家都拼命在吸 那其实是不好的一个烟雾的一个暴露 我们其实都不太建议大家 而且那样的食物吃进来 还有第二次的伤害的机会 我们都其实大家尽量少做这样子 那台湾人也很喜欢逛夜市嘛 我想大家都是一样 不过那样环境对健康是不好的 所以这些摊贩其实也都是高危险族群 是 没有错 好 真的日常生活中潜藏的 没有想到是我们非常爱做的事情 真的是让人